突发事件来关注朝鲜半岛 韩国军方在今天指朝鲜在今天的清晨 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 还有一枚不明型号的弹道导弹 这也是朝鲜在一周之内第二次发射 韩方指首枚短程弹道导弹于清晨约5点05分 从黄海南道长渊郡向东北方向发射 约十分钟后再侦查到一枚不明型号的弹道导弹 联合参谋本部表示第一枚导弹飞行距离为600公里 第二枚为120公里 朝鲜上月26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 随后表示成功进行了多弹头分离及制导命中试射 但韩方称导弹在半空中爆炸 推测发射失败 联合参谋本部强烈谴责朝鲜发射导弹 称这是明显的挑衅行为 严重威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朝鲜日前就指责美日韩三国举行联合军演 冲军演让这三国关系演变成亚洲版北约 冲冲卫视综合报道